大头在2020广州车展 我们现在在北极现代的展台 然后在北极现代展台发现了一款 算是比较概念的一个新车 也就是说身后的这辆爱尼克6 这辆车其实本身是不在北极现代的一个 传统的产品序列里面 它是一个全新的品牌 这个品牌的名字就叫做爱尼克 它的这个名字是一个IoMQ这样一个英文名字 然后爱尼克是它的一个中文的名称 这个平台旗下是会推出三款车型 那么这辆比较概念的车型 就是它的一个中型轿车的一个版本 其实我们首先第一眼看到这辆车 我个人以为它是一个跑车 因为它的整体这种线条 跟第一代的奥迪的TT非常像 因为它用了这种比较多的 这种曲线圆形的这样一个元素 当然这辆车的话 官方给它定义成是一个中型的轿车 因为它采用的是一个双开座椅 用那个四门的设计 而且这个门的造型也是 现在来说很多车型比较喜欢用的 用的是一个对开门的设计 虽然说这个设计在安全性的方面 并不是特别的讨喜 但是目前来说很多新能源的品牌 都比较喜欢用 因为跟老斯莱斯是同款 可能会体现一定的那种高端性 这辆车的整体的这种性能参数 也是表现不错的 这辆车适合有两个动力版本 分为一个后驱布局的电机 它的续航里程是能够达到450公里 还有一个版本是前后都布局的 一个双电机的四驱的车型 整体的续航里程是能够达到550公里 接下来我们去侧面看一下 远观一下这辆车的内饰的一些造型 因为这辆车是整个围起来的 我们不能够进到车里面去观想 从这可以看到 它的确是一个非常概念的产品 这辆车车内居然没有发展盘 而且它的一个这种座位的布局 是分为一个非常独立的四座的设计 我个人觉得这辆车本身来说 是在传承一种新的概念 如果说这辆车的量前的话 应该还是会做出一些调整 然后接下来我们去一个背景板上面 去看一下这个爱尼克品 到底是怎么回事 借着这个爱尼克6这个车的一个比较酷的一个造型 我们来了解一下这个新的品牌 它是现代汽车全新的一个电动专属品牌 也就是说 现代为了它的这个新能源 单独做了一个品牌叫做爱尼克 而且这个车的话是单独研发了一个全新的技术平台 官方把它叫做EGMP这样一个平台 然后目前来说 它们的一个规划是会有三款车型 一个是中型的 CUV应该是一个类似于那个SUV的一个化学车型 叫爱尼克5 然后爱尼克6就是我们现在正在看的这辆车型 看上去虽然说它是定位于一个中型的轿车 但是实际上它的整体的造型 更像是一个比较圆润的跑车 我个人觉得它非常有那种外星飞船的一种感觉 然后还有一款就是一个大型的SUV叫爱尼克7 这是它目前的一个产品的规划 从整体来看 我个人觉得这辆车的一个品鉴指数会是非常高的 因为它的整体的这种颜值 还有就是整体的这种设计确实是挺酷的 我觉得它品鉴指数可以给到五星 但是这辆车因为是一个概念产品 可能是最终不会上市 即便是上市的话它也会改变很多东西 它的一个推荐购买指数 我觉得现在来说能够给到三星